记忆 著名诗人陶渊明一生写了不少诗文 后来成为东晋时期的大文学家 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做了江州的祭酒观 他看到当时官场的丑恶情形非常失望 没过多久他就慈观回到了家乡 从此他一生都过着清淡闲散的田园生活 他常在门前的五棵柳树下 饮酒、复诗、读书 觉得非常自由自在 他为自己写了一本传记 名叫《五柳先生传》 因为他家的屋子旁边有五株柳树 所以他自称五柳先生 他在书中写道 靠读书不求圣解 没有会议便欣然忘食 什么叫做不求圣解呢 陶渊明说 就是读书注重深入领悟书中的原意 不要死读书钻牛角尖 现在成语不求圣解的意思 却被用来讽刺读书不认真 不求理解 但是她的心情 会员不是很维得 对不感 Minh stopped 不离 manufacturers 生活 刀 一